第三世多解枪佛办公室 第十号公告 鉴于当前各地一些必须正见的现况 大家在公文了第三世多解枪佛的系列法音以后 仍然有一些学伙之人 对失知的概念含魂不清 落于邪见之迷惑 有为忧心忡忡 这说明某些人并没有听懂法音 于是需要加强理解法义 否则有不慎误入歧途之陷 1.衡量一个修行人是不是真正的圣德 只有两条最简单的标准 其一是否符合128条之见 其二是否拥有圣正量 无论一个人在哪个国家属于什么教派 其佛教头衔多高名声多大 如果不具备这两点就不是圣德 乃至包括名列在多解枪佛第三世宝书上的 第三世多解枪佛的弟子们 是不是圣德也同样必须用此标准判定 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标准就不是圣德 大家要特别注意 有人错误理解认为多解枪佛第三世宝书上所列的 身为第三世多解枪佛的弟子的尊者 法王仁波前法师们 就应该是第三世多解枪佛的丧首弟子了 这样的认为完全是误会 事实上由于出版社收集资料的因缘所致 造成第三世多解枪佛的很多拥有圣正量的大圣德级别的弟子 被遗漏在宝书之外了 但是这些圣德级的尊者 法王仁波前法师 他们持有第三世多解枪佛亲自签发的 并盖有第三世多解枪佛指纹印章的证书 二 一个人即便是脱去凡胎的圣德 也不代表他就一定具备合格师资 师资是独立的道径 是教人学佛的必须规则法度 不可容其半点插持 虽然以正圣德 但不一定就懂得教授法度 就是获正金刚幻体禅的大圣德 有的也为正不谈道量进 因此衡量师资的标准是唯一的 铁定的 没有半分毫更改的 那就是师资六圣量 凡涉及到圣德师资 无论任何教派 任何身份 被任何人或机构所认证 要见其师资圣量之等级 都必须用师资六圣量来印证 鉴别是上局到师资 还是中地到师资 或下士到师资 以及显密师资 这对不同的灌顶传法 是决定性的作用 对弟子的解脱成就 是至关生死成就的命脉 除了师资六圣量作为印证 无论什么人 拥有任何广大神通 智慧 学士 法脉传承 皆不是师资道尽 解脱大手印 必须学懂得前导文中 明文定义的非常清楚 三 暂时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原则 这个原则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 重复过很多次了 这就是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无论他说什么 只要他没有出事 盖有第三世多结枪佛指纹印章 由第三世多结枪佛签名的授权信 并配有与该授权信相应的录影 则这个人的所有原则 都是他自己的行为 与第三世多结枪佛毫无关系 凡是一切违法乱行 都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应该有的 大家要仔细观察 凡是不利于众生的你们应该远离 凡是利于众生的你们应该支持 第三世多结枪佛办公室 2010年1月7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凡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凡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